高宏安市长确实辜负新竹市民对其所托付跟信赖 那同时高宏安市长就任这个市长期间呢 所引发的这个标案弊端争议不断 我呼吁检调单位应该一并审视调查 高宏安的贪污官司招判有罪 这不仅代表着对于时任立委助理们的持来的正义 更代表着要提醒每一个从政者 不应该用投机取巧的方式将公共资源 那为己用 实际上党团认为高宏安因致请辞职 专心面对司法不要再浪费公家资源 市府现在就是运作如常 那市长的部分呢 市长他自己面对这样的判决 那就等市长回应大家 针对今天地方法院对高宏安市长 做出一审有罪而停职的判决 这个判决不仅还给受迫害的助理们 一个公道 更说明高宏安市长是如何滥用自身职权 剥削员工下属的恶行 那高宏安在就任市长期间 不仅荒废市政擒淘法院 那甚至疑似跟建商有对驾关系 坐永豪车入住民宅 放任男性友人干政 种种的离谱行径 让新竹人一再蒙羞被看笑话 高宏安市长确实辜负新竹市民 对其所托付跟信赖 那同时高宏安市长就任这个市长期间呢 所引发的这个标案弊端争议不断 我呼吁检调单位应该一并审视调查 是否有人谋不张的情势 误网误众 让基层公务员能够早日回归正轨 不再受其剥削 胁迫 也制止高宏安市长执政的歪风 那同时我认为高宏安市长应该 要公开为自己的违法行为 公开向社会大众致歉 那希望党主席 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 面对自家唯一执政县市首长涉贪 应该要有所作为 以示负责 高宏安的贪污官司招判有罪 这不仅代表着对于 时任立委助理们的迟来的正义 更代表着要提醒每一个从政者 不应该用投机取巧的方式 将公共资源纳为己用 期许新竹市政府接下来的代理市长 可以寄取教训 不要让这样的肉席继续在市府重演 并且应该要摒弃对于前朝市府的成见 基于过去留下来优秀的市政建设基础 持续的专注在市政建设工作上 带给市民朋友更好的城市环境 才会是挽回市民朋友 对于现任市府信心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如今法院一审做出高宏安贪污有罪的判决 实际上党团认为高宏安因自寝辞职 专心面对司法 不要再浪费公家资源 那理由主要三个 第一个是让市民有机会来选任新任的市长 而非由高宏安延览的邱成员来代理主导市政 第二个是未来这个罢免案通过的机会很高 那就无需再劳民伤财浪费国家资源 那最后呢 高宏安为了争取清白 将来一定会频繁的跑法院 那所以呢 保友市长一直反而有碍市政的推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